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这里发展美的乡村 得天独厚 这里山清水秀 不需要太多装扮 再一个善于经营 特别是有新发展理念 走对了路子 现在凭着全国去示范队 这里的发展后劲前例 我也很看法 再接再历 顺势而为 乘胜前进 芝麻开花 皆皆高 不需要太多装扮 不需要太多装扮 矛盾处理是一个国家 社会长治左安 一个基础性的工作 小事不出村 大事不出镇 矛盾不上交 老百姓 都能够顺心满意 我们这个国家 好家和万事兴 香港人 谁不愿意 哪儿 不需要 在其他人 有多装扮 都能够顺心满意 我认识一下 以前的劳动力基本上都解决了 一年有三百多万化产 就是那个意思经营营萨 这个矿山就是这个物产 都到山里面 到水里面 那个时候 看上去 水也不溜 山也不清 当时的话 我们关的这个矿山 我们很多村民 把我们的村干部 当时心里面也都有想法 如果要关 那我们的出路在哪里 生态资源呢 是这里最可宝贵的资源 为了使我们留下最美好的 最可宝贵的 我们也要有所不为啊 也可能甚至会牺牲一些增长素质 既要绿水金山又要金山银山 实际上绿水金山就是金山银山 熊掌和鱼不可兼得的时候 要知道放弃 要知道选择 所以刚才你们讲啊 下决心停掉 一些这个矿山啊 这个都是高明治区 逆城市化过程中 你们这里面呢 更是一块保密 建的 把滑的土壁 我们再搞这个 借了60万 把这个老房子进行的改建 就长了起来开始搞了 你朋友介绍朋友啊 就是一来一多一来一多 它说渔村空气好 桌子比较绿 泡泡 比较凉快 我们渔村从05年关掉矿山 关掉水泥山之后 我们渔村的小溪 又到了原来的这种小溪 原来的水泽 时间如梭啊 货路真快 当年的情况我历历在目 你们现在取得的成绩 证明我们这条路子是正确 所以我们还有一个坚定 这就是可持续发展 经济发展不能一样 破坏生态为代价 生态本身就是一种经济 你保护生态 生态也会回馈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